大家好,我是韩凡 本期视频的修这个核桃 看一下这个核桃是原来样子 有一个大洞 然后我是从另一个核桃上 取下一块料子 补到这个核桃上 那么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让这个补的料到后期可以上色 然后取下来了 给它固定好 开始打磨 打磨到和那个核桃上的洞 相匹配的一个形状 然后给它垂进去 这样的话它就能带住了 在打磨的时候 我先用的这个保健针 去做核桃上洞 把它这个洞的边缘 有一些不光滑的地方 给它打磨的光滑一点 然后在里边做一下填充 我是用这个小壁根果的皮 这个就是说孔系性和填充性会更好一些 也可以用那个核桃屑去填 也可以用一些别的材料 都可以 这个就看个人了 那么我是用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木质结构的 就是跟那个核桃皮 它这个材质差不太多 然后我就给它填进去 如果用核桃壳直接填的话 太厚 不好砸 这个它皮比较薄 好砸 然后再用一点核桃屑 就是为了让它填充的更结实一点 然后上一些小胶水 这个不带胶的话 它是待不住的 那么胶滴在里边 不滴在外边 也不会影响这个核桃上色的 然后弄好了之后 开始给它搅拌搅拌 整的均匀一点 然后就用这个我做好的这一个料子给它插进去 反复的试一试 看是不是颜色和风 OK 没问题啊 然后给它堵好 把外边的小柜柜给它拔下来 这个料就已经补好了 这个核桃基本上就已经补完了 那么下一步 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纹路的一个修饰 我先试用的这个保镜针 把多余的地方给它打掉 然后做出这个核桃的一个纹路 那么这个核桃基本就已经补的差不多了 稍后给好朋友们看一下补完的一个效果 如果朋友们感觉本视频还可以 就请给我留个关注吧 评论区等你们别忘了收藏转发 我是韩凡 谢谢